接下来我们要使用CADKIN去编译ROS的package CADKIN是ROS的编译工具 它是CMAK跟MAK的结合 ROS Package就是某种资料夹的编排方式 那我们想做的是建立一个CADKIN的工作空间 并且上网下载人家写好的ROS套件 那ROS套件的装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从二进制档的装法 你就是打sudo apt install ROS版本套件名称 通常你遇到编译出错 可以这样解决相依性的问题 那这些套件会装在opt-ROS-MELADIC底下 第二种方式是从原始码的方式去编译 ROS资料夹是某种格式 底下会有CMAK list跟package.xml 在稍后的章节我们会介绍到这些细节 那我们就开始去编译第一个publisher跟subscriber 是C++的方式 首先我们会建立一个工作空间叫Cacking workspace 接着去把这些程式下载下来 然后去编译执行 那我们的程式码在底下这个连接 那我会示范两种方式 一种是透过有编译器的方式 有编IDE 就是写软件那种介面 好我们开始 好哦那我们的工作空间是在JBUT底下 那有一个Cacking workspace 我已经先开好了 然后你就去建了一个资料夹叫src 进到src里面 那我们要去把这个beginnertutorial去放进去 就是src里面放的这个套件 这里面放的就是所谓ROS package 就是放在这里 那我去找一下 好那所谓的ROS package我先复制起来 然后直接进到我们的JBUT底下 Cacking workspace 这边贴上去这一包就是所谓的ROS package 叫做它的package名称叫beginnertutorials 点进去以后你会发现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编译用的cmaker list 另一个是关于这个套件的描述package 那你一路进到了这个Cacking workspace的src底下 再回去上面一层 只要愉快的打Cacking make 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这个东西 那通常是因为你装完ROS 那ROS的套件如前面所述 会会在OPT binary的套件都会在OPT的ROS底下 这里就是所谓Binary的套件 所以你要用这些ROS的终端机的指令 你都要打sourceoptros版本setup.batch 这样以后我们再回去Cacking workspace 好这时候再去打Cacking 这时候你可以按键盘上的tab键 它会帮你自动完成 那这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用cmaker去读cmaker list的设定 再去编译再去做链接 跟我们用cmaker是一样的 那编出来的档案呢 你看哦 它LinkedIn它在哪里 你的执行档是在Cacking workspace 这时候原本只有一个src 底下放你的ROS package 这时候多了build跟devio这两个资料讲 那你的执行档呢 其实就放在devio lib 然后底下有一个套资料夹 叫beginnertutorial 这两个就是你的ROS的 刚刚编出来的两个 publish跟subscriber的执行档 那我们去执行它 就像去执行linux的执行档一样 talker 这时候你发现它fail to contact to master 它要去跟master做登记 因为我们没有开ROS code ROS code 同样的你这时候你打ROS code不会理你 你要记得是source optros 一样去这个动作 当然你可以把它写进bashrc里面 一劳永逸 那这样ROS的server就开了起来 那这个publisher它叫toker 它就去把它的封包 它就去送出它的topic 好 好 那我们再使用subscriber去订阅 一样 这一样要做这件事 然后进到哪里 进到Tech in workspace的devil底下 有一个beginnertutorials 好 我们就去直接执行listener 所以左边这个publisher 做的是就是发出印出一串字 然后把它的一个数字一直丢出来 这个subscriber就是i heard 那它就听到这个字 它只想是这样 一幕太小了 好 这时候呢 你可以再开一个终端机 然后去 先打这个 有点烦 好 这时候呢 你打RQt 这是ROS的一个工具 你可以去看现在有几个node 几个topic在送 你可以看到那左边呢 就是publisher这个node 它其实是一个叫toker的执行党 右边是subscriber 它是一个叫listener的执行党 中间传的呢 是node是椭圆形 中间传的是什么 一个topic 名称叫chatter 它是什么 它是长方形 嗯 嗯 那这个工具就是 那这工具的用处呢 就是你从网路上下载了别人的ROS套件 那你想要一开始编起来 跑起来 那你想知道它执行了哪些东西 就是快速的让你知道 它们node之间的关联 就可以用RQtGraph 好 那我们这个范例就到这边 应该没有问题 关掉 好 开脚 对 那这个就是 好 那你这边要再示范另一件事情 另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soul跟soul 对 我们都是进到 就是ROS的指令 终端机的指令 它可以使我们 不需要进到 DEVL 就你每次你就打ROS RUN Package名称 叫做Beginner Tutorial 没有就是那个 在CatKing src 底下的那个资料甲名称 你要tap 它没有出来 好 ROS RUN是让你去执行一个单一个Node的指令 它没有去 那你按tap 它没有自动完成 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忘了去做 src DVL setup 点 batch 这件事情 做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去打ROS RUN Package名称 Beginner Tutorial Toker 那这就跟刚刚我们进到 CatKing Wallspace DevLibrary Package名称 然后点写线你的Toker 做一样的事情 那这个好处呢 是你可以在任一层的资料甲 没有到任一层了 大概是四层 你就可以去执行 你的执行档 同样的这边 那你要做这件事的前提呢 就是那边的强调这件事情 你要去src 在CatKing Wallspace底下去src 每次编译完src 这样让你的环境认识说 你都编出了这个执行档 然后再打ROS RUN Package名称 Beginner 按Tab去自动完成 然后Listener 就跟刚刚做到一样